以下节目由半岛艺术学院特约赞助播出 欢迎收听收听星岛中文电台节目 今天节目时间我们请来 是半岛艺术学院的黄校长来到节目当中的 黄校长你好 你好 黄校长半岛艺术学校明天就要开张了 其实你们为什么要扮学校呢 其实那个扮学理念是什么来的呢 是这样子的 为什么我要扮学呢 因为我认为现在当今这个复杂的社会啊 孩子们能否有一个就是识别好和坏 选择做什么是靠自己 其实不是靠家长 也不是靠别人 所以的话呢 这个培养孩子的识别能力 选择能力是靠小孩子从小 就是家庭和这个学校的环境 那么我还同时认为呢 几乎所有的家庭都希望自己的孩子 将来的话长大做一个优秀的人 可以为社会 就是说环境啊 这些提供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未来 可是的话呢 社会和学校的环境 不是家长可以控制的 所以的话呢 我就觉得说学校的影响 特别特别大 特别重要 我在想呢 就是说 一般的来讲 普通的学校呢 这个孩子的经过这个学校的努力 孩子们的努力的话呢 这个孩子呢 以后长大以后在工作啊 在这个技术职业竞争能力的话 会不错的 但是的话呢 孩子的健康的内心 还有这个情商的基础 还有高尚的品格 才是决定孩子 能不能够自己决定 这个自己的将来的识别能力 和这个选择的根本 那么也就是说 决定了这个家庭的下一代 社会和人类的未来 走到哪里去的关键 所以这些因素 就是我想办学的主要的出发点 那我们是想怎么样做呢 我们想通过传统的文化 传统的艺术的形式和教育 办一个以培养孩子的健康的心理 还有自信啊 高尚的情操 创造性的思维 以苦为乐 就是为他人着想 为社会的进步实现价值的 那么一个学校的一个环境 还有我就觉得说 那么怎么可以实现这个呢 我相信中国的五千年的传统文化 艺术智慧啊 比如说像仁义理智性啊 美啊 爱啊 道德情操 还有这个雄厚的这种传统的文化 是取之不尽 用之不绝的 不绝的 所以我们想通过这个方式 来给孩子提供这样一个教育的环境 黄校长 麻烦了介绍一下 你的教育背景好吗 好啊 那个我是这样子的 我小的时候呢 就是专业武术队 后来的话呢 这个退休以后呢 就做了那个教练 做了教练 专业的教练 然后呢就自学考大学北京 拜议学院法文 然后读的这个是 这个 这个是读的是本科 然后来到美国以后呢 在犹太大学 读了一个硕士 是跟教育有关系的 关系的就是 Special Education 所以呢 我一直在教书 差不多有五年的时间 我今天为什么可以办这个学呢 因为我有一个 这个纯的这个 很强的愿望 就是想让将来的孩子 能够做好 那么我就想起一个伟大的教育家 他经常在鼓励我 他叫武训 他是一个 他的办学精神 激励着我 因为他是一个乞丐 他是清朝末年的时候 一个乞丐 他是靠逃犯 耍意 然后呢就是 最后值了一些 存了一些钱 办了三所学校 他是一个非常非常了不起的 那个 一个教育家 所以我觉得他能办学 我也能办学 我们一定会把它做好的 嗯 那么看来呢 这个办学理念 是非常之崇高的 那么 那为什么呢 就是半岛技术学院的性 对了 那么半岛技术学院的性质 又是什么来的呢 这个学校的特点和性质 是这样子的 我们呢有超强的师资 我们可以保 确保这个高水平的教学质量 第二个呢 我们有专业的管理 确保学生安全开心的学习 第三个的话呢 我们是强调个性 个性这个 个性化的就是制定 还有这个因材施教 发挥学生的这个成长 和成就孩子最好的自己 第四个呢 我们教学 我们有系统化 个性化 专业化 管理 还有我们就是 除了这个艺术方面的话 我们还有各方面的 这个教学方面的 比方说像中文啊 数学啊 这种的 我们的特点呢 就是全面性的 家长不需要 带着这个孩子 跑这个学校 这个小时 又拉着孩子 跑另外一个学校 所以我们把他们的 需要的 主要的 比较精华的东西 放在一个学校里面 让他们都可以 全面性的得到 这样的一个 这个方便 都是中和 比较多的 中和 没错 没错 对 说到呢 就是课程的话 家长非常之关注的 除了课程之外呢 还要关注学校的 CG力量是怎样的 其实呢 CG力量又是怎样的呢 王校长 这个呢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 因为这是家长和孩子们 最关心的问题 对 这个学校的话呢 我们师资力量很强 因为我们请的这个老师的话 都是专业的 这个专业的老师的话 比如说像这个 我们有学校的课程里面 有主要的 有包括像这个古典舞 古典传统舞 古典芭蕾 还有不同的音乐 像什么钢琴啊 其他的乐器 还有诗歌朗诵 还有这个戏剧表演 还有一些其他的乐器 然后呢 我们还包括了 最主要的 比如说我们要 弘扬传统文化的话呢 我们要用中文去做的 所以中文 还有这个新加坡数学 这些我们都有在里面 所有的老师 都是非常有教学经验 和这个很强的 这个力量的 比如说像古典舞的老师 我们是请的 就是三个 两个到三个 那个北京舞蹈学院的 这个舞蹈系毕业的 他们也都是有 二十年的舞台经验 和教学经验 然后呢 我们像那个 教钢琴的老师 也是专门培养学生 参加皇家考级的 还有就是说 还有什么技巧啊 这些都是专业出来的 所以呢 我们的师资力量 是非常非常雄厚的 比如说像我们的 这个 这个诗歌浪诵 也是中国做了很多年导演的 所以也是在少年宫 做培训过很多小孩的 所以我们的师资量 是非常强的 听王校长这样说 半岛技术学校的 师资力量是非常之雄好的 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的 学校资讯的话 报名方式是怎样的呢 这样子的 我们要开学了 我们明天就开学了 我们明天就开张了 所以我们非常非常的 这个兴奋 因为我们邀请了很多 特别在社会有资深的一些 不管是这个社区的 还有这个艺术方面的一些 资深的嘉宾来 然后呢 我们这个开学的这个时间呢 就是我们正式的 夏令营开学时间 是6月17号到8月23号 之后的话呢 我们的这个课后班的话 我们也叫做这个梦想班的话 是从8月23号就已经就 连续就已经开始了 那么我们那个开学典礼的时候呢 我们这个也会有试课班 所以有兴趣的家长和孩子 可以来参加我们试课班 我们的连续号码的话 是650-619-3318 650-619-318 我们的网址是 P-P-A-A-C-A-D-E-M-Y 诗歌朗诵中文手工艺 戏剧表演等等 系统专业的教育方式 让孩子们洗手沉淀中华五千年文明文化 从而提高学生们的文化素质健康心态 敏捷独立思考能力 对他人对社会的爱心责任心 成为社会的美好的未来 是的 节目时间差不多了 谢谢来自半岛技术学院的黄校长 来到节目当中 谢谢 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有关这间学校的资讯 和报名方式的话 大家请记得这个电话号码 就是650-619-3318 650-619-3318 节目时间 谢谢黄校长来到节目 谢谢 再见 谢谢 谢谢